嗨,大家好,我是Spark 诸诺讲述了1983年 一群大人想通过一场邪恶实验 通过一个名叫诸诺的男孩 实施他们秘密计划的故事 设计制作过程将采用 Sketchup搭建3D场景 K-Shot渲染 Photoshop加工制作完成 第一集讲述了我如何去构思和制作场景的 嗯,好,开始 嗯,好 呃,我事先在SEO素材网站上找到了一些模型 呃,用来告诉我整个场景 我打开一个作者的人将它复制到一个新的SEO窗口下进行制作 复制的按键就是传统的按键 呃,我通过试图边线类型 去掉轮廓线前面的勾选 这样整个画面就更加流畅一点 这个时候呢,我想在人头上加一个头盔 所以我打开素材 所以我打开素材把下载的模型其中一部分觉得还不错的复制过来 嗯,鼠标左键双击进入这个模型的这个部件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关闭的时候其实不用保存 然后将它粘贴过来 调整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嗯,你可以看到我操作指导这个图标是什么功能 其实很简单 就是旋转部件 推拉,放大,缩小部件 而部件就是模型 其实这个时候你最好是用多角度的去观察这个模型 它的位置变化 啊,旋转整个场景呢,用鼠标中键就可以 啊,旋转整个场景呢,用鼠标中键就可以 嗯,我用一个新的球作为一个头盔的样式 然后同样也是将这个球粘,复制粘贴进来 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按移动图标 移动到合适的一个位置 我把这个球的颜色调整透明度 好让我看到它的头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嗯,挤压一下大小 差不多的话 就打开这个,差不多知道打开这个护目镜 安装在新的头盔上 同样不需要保存 转着角度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你觉得不错的地方 然后,另外呢,这些素材其实是可以活血活用的 其实都是可以调整 你可以调整到你想要的一个状态 嗯,这里呢,我把这个头盔的旁边呢,加上了一个小型的装置 这个装置呢,类似于信号发射器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需要了解的是 需要通过将这个部件移动到另外一边 然后旋转移动到另外一边 然后旋转它的方向 找好它的对称轴 它就会自己 对称过来 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去试 它到底是在哪个轴上 我将这一块多余的地方删掉 把对称好的这两个部件移动到 移动到这个头盔的两侧 同样也是要调整大小 嗯,可以试着全盘观察一下 还可以点击相机中的两个透视模式 一个是平行透视 一个是两点透视 两个不同的透视画面可以有不同的效果 嗯,都可以观察一下 嗯,选中它的一个面 然后点击推拉工具 然后将这个面推进去 就可以适当地将它剪短一点 嗯,注意在移动 鼠标移动的时候 尽量与轴线平行 移动的路径与轴线平行 这样才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接着我们用旋转工具 将其中的一个模块 进行旋转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当然另一边也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其实旋转的角度可以不那么严格 只要旋转到你想要的那个位置就可以 再把它挪动一下 放好 这边就可以删掉 只要把一边制作好之后 另外一边其实是可以对称过去 这样就省得接下来的制作 嗯,在这里编组是为了将原本错乱角度的蓝色线框 以轴线对转 方便模型对称 调整好位置 旋转观察一下 同样我们要点击右键 然后把它的方位改变一下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四个在不同位置的模块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方向 好了 整个头盔的制作过程差不多应该结束了 哦不 还有这个地方 红目镜这个地方我想让它变化一下 所以我把红目镜这块去掉 想在这个里面加上一个一层一层的圆环组成的一个效果 我要用圆形工具 来在地上先画一个圆 然后用偏移工具 跟随这个圆的圆的圆周 往里面缩一小块 我们建立了一个圆圆 我们建立了一个圆圈之后 先点选移动工具 然后按住out键 然后 再往轴线的一边 移动的话就可以复制出来 一个同样的模型 一个同样的模型 按住shift键进行缩放的话 它就会等距缩放 然后同样再把它按住out键 进行再复制 这样会复制出一个往下越来越小的一个模型 OK 差不多再进行调整一下位置 中间这个圆 貌似有点扁 所以我们要将它再圆一下 就是往里面塞缩一下 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 我们进行编组 按J 进行编成一个组 将它移动到这个护目镜的眼镜的位置 移动的时候一定要顺着这个轴线移动 比如说 蓝线 轴线不是有颜色吗 一个蓝色的线 一个绿色的线 一个红色的线 所以你要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这个 线的颜色走 才不会偏移 对 然后将它放大 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同样按住out键 然后再复制出一个来 放在另外的一边 远处观察一下 多角度观察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进行编组 没有问题的话就编组 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护目镜的 护目镜太突出了 所以我想让它往里面缩一点 所以我需要用挤压工具 然后把这个护目镜的位置 再往里挤一下 眼镜模型呢 也要往里面走一走 还有如果要在模型里渲染的话 我想让这两个眼镜发光的话 必须要在这个模型上 建立一个发光的面 所以我要在这个圆圈的这个模型的里面 建立一个面 让这个面加上一个颜色 作为渲染软件里面的发光材质 所以我把它设置成为蓝色 另外一边同样也是 双击点进这个模型里 然后用铅笔工具 然后从模型的一个端点 到另外一个端点 然后它会自动识别出一个面 然后再用颜色工具填充 就变成一个蓝色 那这个蓝色 待会我们就可以放在模型里面 进行 进行材质添加 那现在整个 模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这个头盔这块差不多完成了 所以我们进行编组 打好组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将其他的一些人物动态 复制粘贴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文件里 这也同样是我在网上下载的一个素材 两个不同的姿势 OK 我们再打开另外的一些素材 几个女性素材 几个女性素材 坐着的素材 然后同样也是这样 将它们粘贴过来 比如说这个不错 我就把它粘贴过来 觉得有点太大的话 就可以稍微缩小一点点 因为毕竟女性嘛 然后 我们再复制其他的几个 模型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OK 这里有很多 然后让我们来选几个 放进去 这些动作都非常好 这些动作都非常好 我尽量不要让动作重复太多 得好好选一个 将这个也放进来 OK 觉得如果差不多的话 我们 将它旋转到一个 正确的角度 选择旋转工具 在空白处点一个旋转点 在键盘数字键下 按下9和0 按下9和0 回车 模型就会自动旋转到那个角度 就不会 自己手动调制到那个角度 比较麻烦 然后我们 选择一个新的座椅 把它放在这个模型里 同样也是 用 旋转工具 旋转90度 把它放在一个 这个人 这个人 合适的位置 同样 按住out 先进行复制 前面这两个呢 同样也要把 这两个座椅删掉 然后大家都坐着 同样的椅子 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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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将所有的模型沿着轴线向后退 框选第一个人与轴线的终点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半径 然后点旋转工具放在轴中心点上 按数字键的3,6,0回车 再按数字键的1和0 再按斜杠键就可以得到360度里面有10个等分 再按数字键 把其中几个要替换的人删掉 然后让其他要替换的人戴上头盔 再按数字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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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说 删掉这个座椅 移动到前面这个人差不多重合的位置 用旋转工具把它旋转到另一个座位上 其他的人也是一样的操作 嗯,好,安逸把它弄过来 嗯,好,安逸 嗯,再把它也弄过来 嗯,好的,保存好 Part1先搞到这里 关注我合成期网格计划 回到1983 谢谢 除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赞,转发,打赏,转发,打赏,转发,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